洪水师傅讲你家很多beam不好 然后你现在的家又死不得多beam咯 然后你又不懂要怎样做对不对 哈 今天Newman来教你 你到底要怎样去settle你家的beam啦 第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像这样 curve curve的design啦 如果你家的衡量就是你的beam啦 刚好在你的客厅 还有你的dining area的之间的话 你就可以做类似这样子的design 其实我们Newman也是做过好几场这样子的设计哦 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detail的话 可以PM moment咯 第二就是你的beam是可以跟divider一起结合的 如果你的衡量就是你的beam 准准对于你的饭厅的话 你是可以做一面墙像这样子的 或者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你可以做成一个divider的design 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抽咯 然后又可以当divider啦 你也可以放一些decoration在上面咯 第三种就是你把整个beam 就是你的衡量包起来 就是像这样子包起来啦 所以它就看不到它的脚脚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减少一些压迫感 然后第四种的话 你就是可以完全把你的ceiling drop下来啦 就是drop到你的beam下面的那个高度 可是这样子做的话 其实你的费用那边是会比较高的 因为你是需要重新做新的那个天花板啦 而且这个方式的话会弄到你的ceiling height 也是会比较低的 所以必不得已的情况底下 其实我们也是不会用这个方式的啦 OK 我是Newman的SY 有更多的室内设计的知识想知道的话 可以守着我们的IG Facebook 还有YouTube哦 我们下次就来讲 到底什么是双脸皮掉顶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